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群世上千名选手同场交流 感谢所有的市民一起防疫 让基隆市率先走出疫情 顺利举办这场体育省会 这次开幕跟主要活动 是在海洋大学的运动场举行 场地的设备非常好 副市长林永发 特别感谢海洋大学校长的支持 而运动会场上市长林又昌 依然是场上的焦点 所到之处许多参加民众 都踊跃跟他合影留念 而开幕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市长林又昌 副市长林永发 秘书长黄俊毅 议长蔡旺年 副议长林佩祥 跟议会的议员们都清零现场 为参加的运动员加油打气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順利的来举办 今年度的这个运动会 我想感恩天感恩地 更感恩的是我们所有基隆市民 大家共同配合市政府的防疫工作 能够让疫情得到控制 我们逐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今天市长也借这个机会 感谢所有市民朋友 更感谢我们所有的市府 议会的团队 还有我们所有所有 一切在最辛苦工作的 这个医护人员 在这边感谢大家 在这里除了感谢 我们基隆市第一线 防疫工作人员以外 也在这里 希望我们今天 所有全体的选手们 在竞赛当中 不要忘了多饮用水 因为天气很热 在这里 先预祝我们今天的运动 会顺利圆满 我们基隆市 能够最快的从疫情之后 开始了复兴的相关的工作 以及活动 这都要归功于市府的团队 市议会的支持 以及各位在座的好朋友 你们在工作岗位上 为市民的努力跟把关 而大进场的基隆市政府 各单位跟团队 都展现了高昂的士气 赢得全场的掌声 有真空和理事总 所带领的团队 安乐去体育会 健康改善社会风气 建立祥和社会 美化人生 开幕这边体育会 除了规划运动竞赛 还有邀请了表演团队 和获得全场的掌声与目光 气氛热闹祥和 展现了基隆市政团队 以及社区组织充沛的活力 也显示基层的运动风气旺盛 不哭的 海蓝蓝的天气 我的爱是蓝蓝蓝水 哦不管不管 我好几天更爱你 不哭的 海蓝蓝的天气 气氛热闹街 也是很のンタ路 好几天气 put in 此理由 ? 而大家透過運動來增進情意 活動筋骨提升身體的免疫力 這樣才有辦法對抗疫情的考驗 而這一場由基隆市政府主辦的 111年基隆市運動會 承辦單位是基隆市體育會 特別規劃在場地完善的海洋大學舉辦 由於疫情趨緩 各機關團體與民間單位參與的人數破紀錄 大家都走出戶外運動 享受健康人生 由基隆市政府主辦基隆市體育會 承辦的111年基隆市運動會 今年在中正區舉行 基隆市體育會特別規劃在海洋大學操場辦理 場地寬廣還有人工草皮 提供大家一個安全舒適的運動場地 今天是我們基隆市111年的基隆市運動會 去年因為疫情關係停辦一年 也是我們三十幾年來第一次停辦 我們從林水木當市長的第一年開始的全市運動會 陸續辦了三十幾年 今年這個場地我們跟海大校長借這個場地是最好的 因為所有的包括我們的氣味近載 武藝 籃球 球球 桌球 所有的活動都在這個地方不像往年 因為我們的運動會是由各區人辦的 一個區在他們七年輪一次 但是今年 七年的人害期就沒辦法辦 因為疫情 今年在中正期 明年到安樂期 沒有辦法像我們這麼好的場地 所有的都在這裡 也非常謝謝市政府跟議會 蔡議長 大力支持 讓我們這個活動 今天有將近三千多人 而且雖然疫情 可是疫情過後破紀錄 今天參加的單位 機關團體有33隊 包括我們的球類 包括我們的武藝 身經障礙 還有各區體會 加加起來 一共有48個單位 比往年多了七八個單位出來 所以說雖然疫情 可是大家現在稍微解封了 大家都出來曬太陽運動 多運動對身體會健康 非常謝謝林市長大力支持我們的體育活動 海大的設施 都是比較頂尖的設施 讓我們能夠提供這個場地 來讓運動會在這邊舉行 我們覺得我們有回饋社會 服務社會 我們感覺非常高興 非常光榮 在疫情趨緩之下 全台灣的疫後振興同基隆開始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特別舉辦了基隆市的運動會 參與的人數非常踴躍 破了過去以往的紀錄 我也相信大家都認為有機會來參與更多的體育活動 是件好事 那明年度會在那裡舉辦 我們期待大家更多人來參與相關的體育活動 在疫後的一個時代 我們其實 大家其實藉由運動來調整自己的一個身體健康 我們認為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今天有看到那麼多舞來參加 那其實是非常的一個開心 也希望在疫後的時代 大家開始調整自己生活作息的時候 也不忘記天天運動 保持自己身心靈上面的一個健康 今天因為疫情開始了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運動 有一身健康 謝謝 尤其現在疫情也正在一個不一樣的階段 那未來不管是後疫情時代 我們也都需要走出來有更多的運動 所以今天國良也非常開心的跟大家走在一起 流了很多汗 今年的基隆市運動會有球類運動 還有趣味競賽以及舞藝展演 除了市政府各局處組隊前來之外 民間各團體也踴躍參加 把握好天氣來運動身心 舒緩疫情期間的緊繃壓力 我們區區的團委會 各區的團委也都來參加 那容許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信義區的劉會長 我們中山區的賴會長 我們曾山門的李會長 我們中山區的國會長 然後我們溫暖區的林會長 我們仁岸區的李會長 那今天我們區區的會長都來參加 疫情大家關太久了 這一次我們社區 所有區區的社區 都有出來參加 以往是沒有 現在我們李市長也把他 邀請大家一直參加 大家都很高興 希望大家都出來運動 經過一天激烈的比賽之後 市長林又昌在閉幕典禮上 頒發了最佳總警標 人家人愛人愛 人見人愛 那我也非常感謝仁岸區的各項隊伍 代表隊的用心以及努力 奮力的來為仁岸區留下這一個總冠軍 那最後的總警標是仁岸區 那這個我們金融市的這個傳統 就是這個總警標 這個要喝一大一大杯的這個啤酒 那也象徵團結 那不過今天因為疫情的關係 稍微調整一下做法 不過這樣的一個精神繼續傳承 那在疫情趨緩 然後要走向正常的生活 我覺得大家可以逐步的往戶外的活動 來鍛鍊身體 來呼吸新鮮的一個空氣 那今天的全市運動會非常順利圓滿 然後也有一個好的ending 然後希望大家健康平安 我們基隆市已經創下我們運動愛台灣 四連霸的紀錄 希望我們再接再厲 提升我們全民運動 達成運動愛台灣五連霸的目標 同時會場上也頒發了第九屆的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副會長的當選證書 給基隆市體育會理事長鄭景舟 整個現場可以說是基隆體育界的慶功宴 展現體育人的團結氣勢 記者陳淑萍 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基隆市原住民親子熱熱棒球趣味競賽 在基隆市立棒球場舉行 而比賽過程溫馨有趣 一起來看看 這個活動是由基隆市政府 原住民族婦女公懷協會共同主辦 以及市議員陳明健服務署支持之下 邀請了基隆市的原住民家庭報名參加 這個非常有趣的親子熱熱棒球活動 可以讓全家大小親子共同來參與 一起在陽光下揮灑汗水 達到運動健身增進感情的目的 父母親跟小朋友都人手一擊 這樣的互動來講就越來越鮮少 那我借助這樣的活動來講 希望大家能夠走出室內然後走到戶外 因為像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運動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曬太陽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那我是因為這次的疫情 有深怕是說惶恐是說 這次疫情會影響到大家 但是我是覺得現在的疫情也越來越好了 越來越降低了 所以我才要辦這樣的活動 那因為這次呢 我們基隆市政府大力的支持我們 以及陳明健市服務處 大力的支持我們來舉辦這個活動 那這次也希望大家能夠 家長跟小孩能夠開心的玩 而開幕典禮上也有輔會代表 立法委員蔡適應致詞相挺 另外由於參選選舉的參選人 也都到場為原住民的親子活動 來加油打氣 那大家知道棒球是台灣之光 也是台灣的國球 那透過這些優秀的小朋友的 下一代現在的熱誠 我相信未來在台灣的職業棒球 會繼續發光發熱 那這個地方本身也是信義長期在推動 大偶倫棒球場改建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在跟經濟部水利署 還有教育部在做共同的合作 那信義就這個目標會繼續來努力 讓基隆有一個更好的棒球場 過去棒球尤其是哨棒的部分 只要有不錯的成績 往往會得到非常大大家的關注 跟帶動整個運動的風氣 所以今天雖然是參加一個活動 但是其實我最近已經跟棒球界的朋友 碰面過幾次 我還親自去參訪了從藝高中 那我們的方向就是說 未來其實可以針對基隆 某個或某一兩個比較有條件的學校 然後把未來基隆市的精英 大家來集中起來 然後來組一個很強的 類似像基隆市內的一個明星哨棒隊 原住民這一塊 今天辦了第一次的這個樂樂棒球 而且是富佑 一起來 這個對基隆來講 對原住民的生活的關照 我覺得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相當的有意義 我們非常鼓勵這樣的活動繼續辦 而且原民因為他們的議員來講 他是等於相當不分區一樣 七個區都有原民存在 所以他們能夠以這個地方做一個種子 開始基隆有這麼好的場地啊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值得來推行 非常值得來推廣 所以我們希望他繼續辦下去 對於富佑這一塊 不只是基本的市民 原住民我們一樣照顧 記者黃日生基隆報道 著名的基隆百米旺炮台 景色迷人 為了讓遊客對這一座基隆要塞 有更深入的了解 基隆市政府推動百米旺炮台 來修復再利用工程 除了炮台本體以原有的工法修復外 更將下方軍火庫周邊 修建為遊客中心 除了保留原有的建築特色外 更展示了有基隆要塞 與炮台的相關歷史嚴格及知識 現在就透過鏡頭 帶您搶先開箱 在專業人員導覽說明下 解答的為什麼基隆砲台設置位置 在清零時期及日治時代 有極大的不同 在經歷一年多的整修後 百米旺遊客服務中心 正式開放參觀 讓遊客到百米旺炮台 不只能看到砲台基座遺跡 及欣賞無敵山海美景 更能瞭解基隆要塞 嚴格及現地知識 不會像過去來到這邊 只看到一些這個砲台的一個基座 或者是遺跡而已 那現在你可以進入服務中心裡面 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整個基隆港的要塞的一個 砲台的一個設置的一個嚴格 以及了解到這周邊還有哪些 這個歷史的一個遺跡跟遺構 那可以讓大家在這邊走毒的時候 得到現地的 還有在這個知識上面的一個收穫 所以非常非常值得大家 到此來一遊 這座由軍火彈藥庫改建而成的 遊客中心是以當時的建築工法重現 上方分刻式鋼筋構造 是日治時期建築的主要特色 木門、木窗及木質天花板 也是以彈藥庫的木質構造為靈感加以設計 還有修建過程中發現的日式黑瓦 及特殊墻面工法也予以保留展示 另外遊客中心的展示桌面 在四個側面有創意的拉推設計 挖掘方面更做了非常重要的資料爬梳 讓遊客進一步了解 白米龍砲台在整個 基隆軍事要塞的防禦地位 白米龍砲台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 包括它其實有防禦的功能 附近有非常多的砲台 那它連成一氣其實是有一個日二戰爭 跟清發戰爭的一個延續的場景 我在這裡我們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資料爬梳 在我身後的牆是黑瓦牆 也就是說我們在修復過程中找到的建築物的牆 我們都拿來在做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其實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演技 而過去最為遊客所詬病的盧車問題也獲得解決 尤其遊客中心的五星級廁所更讓人驚豔 其實白米龍砲台過去很多民眾傷癌 其實最不方便的就是這個洗手間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也已經完成了整個的一個整備 那是非常的幸運 而且大家號稱它是五星級的一個廁所 很清潔然後很乾淨 我想搭配整個服務中心 可以提供給大家在這個白米龍砲台周邊走毒的時候 一個最好的一個服務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白米龍砲台遊客中心在周一到周五 採取預約方式提供導覽服務 周六日則完全開放 開放時間為上午11點到下午5點 歡迎民眾到白米龍砲台走毒西岸文化觀光廊帶 月圖白米龍 歡迎來金融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金融在您的心目中是什麼模樣呢 您如何在西許的蛛絲馬跡中發掘這一座港城所發生的故事 您想透過什麼不一樣的方式 描繪出金融這一座城市嶄新的發展 每日金融影片徵選即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五屆喔 分為影片徵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45萬4千元 還在等什麼呢 趕快來參加吧 詳請請下活動官網 基隆慈雲寺已有130年以上歷史 祖寺觀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薩以助身營養 信眾遍布北部各縣市 香火相當鼎盛 慈雲寺的觀音佛祖相傳特別的靈印 信眾時常來參拜 商客們也賭信大慈大悲的觀音佛祖 佛法無邊能變化牽手牽眼來保佑眾生 並祭世督眾 當您家中監視器無法收視時 請先將數據機後方的電源線拔下5秒後再接上 接著等待5分鐘 讓數據機燈號及訊號穩定 並到本公司官網進行網路測速 確認網路速度是否正常 網路速度確認正常後 請確認您的監視器設備 是否能正常啟動 或聯絡您的監視器廠商 確認設備是否有異常 如果您近期有更換數據機或監視器設備 請先到官網重新綁定固定IP新設備 若障礙人無法排除 請來電客服中心由專人協助確認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不… 怎麼這樣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嗎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加寬評吧 中加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加寬評 歡迎回到中加新聞現場 由於金融市消防局兩大隊 所屬九個分隊的消防隊員 所使用的密錄器已經老舊 因此尋求金融市議員楊秀玉的協助 爭取了10萬元的經費 添購了23台新型的密錄器 給消防隊員執勤時使用 提升也更加保障消防隊員 和民眾的權益 消防隊員播放密錄器的畫面 向市議員楊秀玉說明 畫面左手邊新買的高品質密錄器 和右手邊現在使用的舊型密錄器 兩者之間的畫質 在夜間以及白天拍攝時的清晰度 和防震度大不同 右邊是屬於夜間舊的 舊的密錄器錄出來的效果 左邊是夜間新的密錄器 錄出來的效果 因為它有紅外線的功能 所以它在夜間的時候 它會自動轉為紅外線 右邊這台是日間舊型的 左邊這台是新型的日間 那整個畫素跟穩定度 看起來也是有很明顯的差距 這個執行操作上這個晃動的幅度 這個避震效果也是很明顯 由於基隆市消防局二大隊 所屬九個分隊消防救護隊員 使用的密錄器已經老舊 因此尋求基隆市議員楊秀玉的協助 爭取十萬元的經費 添購二十三台新型的密錄器 太舊換新給消防及救助隊員 執行時使用 提升也更加保障消防隊員 和民眾雙方面的權益 大隊長向勇才代表二大隊 感謝市議員楊秀玉的力挺和支持 有圖有真相 那我相信說我們同仁在救護所 常常碰到一些老百姓 他可能心急 質疑我們出勤時間太慢了 還是說有一些處理情形 他認為不滿意 甚至還有一些肢體 這個動作 那為了保護我們民眾 還有保護我們救護同仁 雙方的權益 所以說我拜託一座 這次幫我們徵集到 那麼好用的密錄器 在這裡我們再次掌聲 謝謝楊一座 感謝一座 謝謝 我們消防局也因為常常救災 也有發生很多不幸的事件 所以向大隊長真的非常感謝你 如果說未來我們貴單位 有什麼需要我支持的 其實這個錢都不是我的錢 也不是我的權利 這只是我是個民意代表 由我這邊來代委 來幫老百姓做決定 所以我覺得我的初衷是老百姓 覺得他們是相信我的 所以他們願意把這票投給我 那哪裡有需要 我會代表這些鄉親 代表這些納稅人 來支持我們這個相關的單位 也是在保護我們這個 老百姓的權益嘛 除了密錄器之外 楊秀玉也同意消防局二大隊的請求 爭取經費 改善辦公室的空調設備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在立委蔡氏易營和基隆市議員 張浩瀚的媒合下 由旅遊家旅行社及藥群生技公司 聯合捐贈了一千劑快篩劑 給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再由社會處分送給慎友 脊髓損傷者及自閉症家長 三個弱勢團體 在立委蔡氏應和基隆市議員 張浩瀚梅合下 由旅遊家旅行社以及藥群生衣公司 聯合捐贈一千劑快篩劑 給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由處長吳挺峰代表受贈 再由社會處分送給快篩劑需求量大的 基隆市聖友協會五百劑 基隆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以及基隆市自閉症家長協會 各兩百五十劑 讓三個弱勢團體都很甘心 我們聖友協會是最高風險型的 一個一群的伸仗者 一個禮拜三個 一個禮拜三四的 一個一個診所或醫院的測試 基隆市新冠肺炎疫情雖然趨緩穩定 不過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表示 對於部分弱勢團體來說 快篩劑使用量大非常重要 感謝蔡市印立委和張浩漢議員 媒和民間的力量來幫助他們 那特別是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 因為身體機能的關係 他們可能必須比較頻繁的到醫院去 那醫院相對來講 又是一個染疫風險比較高的一個地方 那像孟對應該很清楚 應該是兩天要去洗腎一次吧 兩到三天洗腎一次 那所以說整個一個需求 就比別人還要多 那這個頻率比別人還要高 那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旅行家 還有我們的藥群生衣 願意把這樣的一個可貴的資源 把它捐贈出來 那也非常謝謝我們蔡市印委員 跟張浩漢議員 願意穿針引線 讓這個事情變得更好 三個受贈的弱勢團體李市長 也回贈協會各自製作發行的 精美手工藝品給立委蔡市印 以及市議員張浩漢 旅遊家旅行社 以及藥群生意公司的兩位董事長 由衷感謝他們看見弱勢團體 在疫情期間 對於快篩試劑的需求 真的還是很感謝我們旅行家旅行社的 周董市長還有李董市長兩位 真的能夠來大力的協助 來幫忙我們的山藏團體 那我也相信我們三位李市長 在接受這樣的一個 一個執政的這個相關的物品之後 轉資給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他們也可以更加的安心 未來在這個醫院求診 跟看診的過程當中 能夠更加的放心 那所以其實大家對快篩的需求 使用上其實是非常的大 那剛好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希望把這一些的 我們募集的快篩試劑 那提供給我們基隆的 除了這一些中地收入戶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一些 基隆在地的 腎臟的一個團體 能夠有更安全 更保障的一個方式 那希望大家 就是重點是 大家的身體都要平安健康 蔡委員 浩安議員也都講了很多 那我們當然很開心 真的給一些需要用到的人 腎臟的非常迫切的需要 所以這個是我們會在持續的 繼續的付出 那我們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在基隆付出 那我們的快篩是 完全依法辦理進口的 那它是唾液的快篩 所以請各位大家放輕使用 那我們也很榮幸 能參加這種盛會 會後社會處長吳挺峰和市議員 張浩瀚也一起 分別和基隆市 盛友協會理事長張夢瑞 基隆市幾隨損傷者協會理事長 吳青台 以及基隆市自閉症家長協會理事長 李彥芬合影留念 協助行銷三個團體 各自製作發行販賣的 各項精美手工藝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 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青松電台 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影片第一個 我們很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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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會 一杯 我們可以忘記 我們 我們來看見 我們改變 我們要在XD 你們多多 我們要看見 我們要問 您的 第四個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降囉 不能降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